江坤退位的消息一直不断,但是本人以及官方一直没能给出回应。 但是不管江坤是不是真的退位了,最近的两个动作却保住了他的地位。 而此时,江坤退位后,呼声最高的却不是在体制内的郭德纲。 那郭德纲会成为取协的主席吗? 江坤又到底做了什么呢?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江坤连任九年取协主席,但能让大家记住的代表作越来越少。 特别是他成为取协主席后,官腔可能越来越重,创作的心思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作为领导管控整个相声行业的风气。 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反三俗,以及五月初颁发的倡议书。 虽然这九年他在工作上没有大的过错,但是江坤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不够。 这就意味着江坤或许要退休了。 之前有过许多体制内的老艺术家,退位后还想继续在舞台上说相声,就选择进入得意设。 虽然江坤在节目上表示自己和郭德纲并没有那么多的仇,全都是网上一些媒体,舞风捉影的。 但是他退休后进入德云社的可能为零。 这时江坤想要继续留在相声行业内,就想到了两个办法。 其一就是创办自己的小剧场。 江坤很早之前就打起了剧场的主意。 2017年,江坤花费一个亿打造了自己的剧场。 尽管他之前看不起小剧场的存在,公开点评觉得低俗,可能德云社剧场赚的钱也让他心动了。 但是剧场建好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开业的动静。 最近有传言,江坤剧场要在今年国庆节开展。 也就意味着江坤真的要进去小剧场开始和德云社正面交访了。 可能17年的时候,江坤就在为今天做准备。 德云社的主要剧场分布在北方,南方也只有一个南京德云社。 而江坤的剧场就在南方,可能就是为了避开德云社,想先一步抢夺南方市场。 而且江坤的校剧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场。 除了日常的演出,还是集收藏、旅游度假、相声培训为一笔的多功能剧场。 可能相比而言,相声的元素不那么强烈。 你们觉得和德云社相比,谁会更厉害呢? 其二就是和电视台合作。 当初德云社的黑八月起因,就是因为和北京卫视的矛盾。 北京电视台的台长因病出世,郭德纲发霜喜苦。 北京卫视特意出了一款早餐叫做油炸钢,奉刺郭德纲,矛盾就越来越严重。 后来郭德纲以及德云社都没有固定合作的卫视。 直到去年,天津卫视为郭德纲以及整个德云社策划了一个相声春晚。 郭德纲才又重新和电视台开始合作,之后也陆陆续续带着德云社的弟子参加了不少节目。 而江坤也开始了和电视台合作的道路。 江坤后续会和广东卫视合作,不单单有相声,也会有一些综艺节目。 他还创作了一些以粤语发音为包袱的相声段子。 前不久江坤还到深圳演出举办喜剧节,应该都是为了自己离开曲鞋主席的位置做打算。 而我们开头提到的护身最高的郭德纲会成为曲鞋的主席吗? 不少人疑惑,难道冯拱不是更合适做曲鞋的主席吗? 冯拱和江坤像是两个极端。 冯拱不仅为人处事非常低调,圈内口碑更是一项很好。 德云社和主流界的争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几乎很少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可能冯拱的想法和他师父马继老先生是一样的。 马继老先生不止一次公开表明很喜欢郭德纲。 说起来冯拱和郭德纲在相声圈内还是有点关系的。 马继是侯宝林的徒弟,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 18年冯拱主演的电影《幸福马上来》,郭德纲帮忙宣传时还称冯拱为师哥。 里面还有郭德纲的徒弟岳云鹏的有情客传。 其实戏数下来,郭德纲和冯拱并没有同台出现过, 之间的交集也不多,但是关于两人的关系传言说是很好。 这么看下来冯拱确实是合适的人选。 其一,他做取协主席的话,相声界内会和平不少, 郭德纲也不用担心和主流争斗。 其二,冯拱业内的口碑也挺好的, 还有他的徒弟贾玲也是一样非常的优秀。 但是他是江坤的师弟, 不知道江坤退位后会不会因为这个关系影响到冯拱呢? 现在除了冯拱互生最高的就是郭德纲, 但是德哥觉得郭德纲的可能性不太大。 其一,毕竟他现在是德云社的班主, 德云社近几年不仅仅发展相声、 自制综艺、自制剧以及麒麟剧社等等, 已经让郭德纲自古不暇了, 哪有空去做什么取协主席。 其二,郭德纲早年间来到北京想要加入体制内, 主流看不起他, 郭德纲就开始自己另举他路。 郭德纲采访时说过, 我当时愿意给他们当狗, 他们却把我逼出了龙。 简单的一句话就说明了当初的处境有多艰难。 三次进北京, 第三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同流合污啊, 就是恳求收留我, 和你们一起穿个小西装, 抹个红嘴瓣, 演艺场一百块钱, 一个月两千块钱, 我恳求你们收留我啊。 苏琪有句话, 使我有洛阳二请填, 焉能配六国相印, 怎么六国风向, 不是你们记得的我吗? 我愿意给你当狗, 你不要, 你怕我咬你, 你非把我轰出去, 结果我成了龙了。 之前的反三俗事件, 更是让郭德纲和嘴瓣之间撕破脸面, 怎么可能还会加入主流成为取写主席呢? 那为什么郭德纲明明不可能 郭德纲的呼声还那么高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郭德纲在取义和相声上的贡献。 郭德纲带动了小剧场,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相声发展, 更让不少相声大师又有了重新上台的机会。 郭德纲更是把相声的商业价值提升了起来。 在郭德纲之前, 谁能把相声票卖到一千甚至几万呢? 虽然几万的票大多都是黄牛炒出来的, 此外, 在取义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首当其冲的就是张云雷, 当初他的一首《碳清水河火遍全网》, 还有他最拿手的《太平歌词》, 更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 不少主流名家纷纷出来赞扬。 此外, 德云古曲社的建议也是在意料之外的。 当初龙自客的招生, 让郭德纲再次把取义这个传统艺术带到了大众的眼前。 这也是郭德纲成立古曲社的初衷, 发扬这枚艺术。 但是郭德纲不是主流, 不是体制内,按道理来说机会不大。 冯广能继位可能性至少比郭德纲大。 虽说江坤的一些做法让一部分德云座的粉丝不能理解, 但是德哥在此公平公正地说, 其实江坤这么多年来, 对取义的发展帮助也挺大的。 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云八卦。